中共十八大前夕,内斗战火烧到了军队,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上将刘元在军界反腐,使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古俊山落马。 2012年大年初五,一个爆炸性新闻从中共军方高层传递开来,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古俊山因伪计被免职,接受调查,这是中共军方因腐败被撤职的又一个高级别的现役军人。 古俊山曾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,总后基建营房部负责全军营房建设和军用土地的征用、置换,是军内实权单位。 香港东方日报报道,古俊山在军用土地的征用、置换过程中获利巨大,刘元的智囊张牧生早前披露,一名解放军中将把上海市中心一块军用土地估价为2000万元一亩,卖给地方老板20亿元一亩,差价落入了个人荷包。 这样的事他在全国十几个省都干过。 张牧生还揭露,这名中将外出都做专机,把全军拆迁办公室解散,由三名亲信主管,还把给退休老干不盖的400栋高级楼房,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。 原北京空军后勤部上校蔡学文认为,中国社会将金钱万能的风气加上权力过于集中,所以部队容易腐败,也不好控制。 正论家武凡表示,古俊山从一个平民爬上来,靠的是中央军委的后台,他靠的是贿赂和收买,营造了一个靠山强大后台很硬的政治圈子,如他能避开总后的反对,让中央军委直接下命令让他当后勤部副部长,就很说明问题。 军队里边呢,用钱买官,用金钱和美女打动他的上司,保护他,把他提升,这是一条路,古俊山是走了这条路。 不久前,悉尼《陈锋报》曾报道,刘元在中国新年前夕对600名军官讲话时声称,腐败非常严重,随处可见,宁可丢官也要与腐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,不过令人惊议的是,一下子拿掉了个中将。 资深评论员林跑华对此认为,太子岛们想接班,想做出成绩,必须牺牲一些人。 那个军队的一些矛盾吧,另外一些太子党做一些样子出来赢得明星嘛。 伍帆指出,刘元、习近平这些人可能感到,如果任由腐败分子胡作非为,中共必然垮台。 所以为了中共政权和自己的权位,要杀鸡给侯看。 18大前的极力的斗争,在军队里面极力的展开,扩大他们的斗争范围。 目标是政权,像刘元也好,习近平也好,他们眼光可能还是为了保护共产党,保护这个军队。 的确,目前很多太子党都对现状忧心忡忡。 1月25号,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新浪微博上高调警告中共高层。 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,没有一句真话,到处吹嘘歌功颂德,官员96%贪污,包二奶。 他说,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,人民不跟我们玩了,我们就玩完了。 通过这个中东北非去年的这一场一场的这个革命,他们也看出来了。 最后卷着钱逃跑,跑到世界哪个角落,最后这个政权一倒台,人家一定还会连人带钱一起给追回来。 苏明表示,目前中共随时可能倒台,一些人希望垮台能拖延一点,一些人在找垮台后的退路,都是希望全身而退或保一部分钱而已。 但武凡指出,刘少奇惨死,习仲勋被逼疯,刘元习近平难道还不能觉悟吗? 现在大小老鼠把国家都吃透了,腐败透了,任何人想保中共是不可能的了,只有把共产党铲除掉才是正路,才能得到人民的真正认同。 新唐人记者,长春送风,萧妍采访报道。